为了解决现在全世界少子化的影响 日本喊出了16岁以下的小孩国家帮你养的政策 跟之前鸿海的郭台铭提出来的 0到6岁国家养的政策 日本感觉上还要花更大的手笔 但是就有立委在分析了 如果在台湾要仿效日本的话 恐怕这钱还是一大问题 裁员到底该从哪里来 所以国家资产国家就应该来帮你养 对不对 因以为傲的政策牛肉 现在连日本也喊出 0到16岁的小孩费用国家全单了 但台湾有可能吗 应该比较不太可能吧 国立金来讲的话他一定要靠税收 那你这税收来源的话你要怎么来 就算要实施可能时间也要很长远吧 台湾家长很质疑 因为安倍晋三抛出的口号 不仅学费医疗费用政府全部买单 每个月还有家户补助 1万日币可以拿 但国家的财政感动会掉 因为日本它的负债 占GDP的比率高达200以上 其实日本的财政已经很差 它提出这样的措施 就财政来看 我不认为它的可行性很高 类似的政策 国董也曾经提过 国家帮你养到6岁 不过比一比 在台湾养到6岁 需花136万 而16岁就得花约300万 等于日本政府多负担了164万元 假设一个小孩一个月2万块的话 一年就要2800亿的支出 日本的这个消费税已经超了10%了 台湾5% 如果要提高到10% 我相信就已经有很多人可能会 觉得没办法接受 就怕提高税收引来民怨 但看看行之有年的北欧税率 可是高达40% 北欧国家6岁以前都国家养 他们的平均的这个税 每年平均的税率是大概接近45到50% 可是台湾才12% 其实台湾没有那个条件 有这么高的一个税收 来支持这么大笔的社福开销 声音有补助民众当然乐见其成 但如果没有完整的配套 就怕判不到执行的那一天 东森台经新闻需要主力 播冲台北采访报道